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国藩的母亲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 曾国藩 曾国权兄弟受其影响 凡是好强 强是好事 正如曾国藩所说 吴家祖父娇人 以懦弱吴刚四字为大使 但强过了头 却也不好 一位刚强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多麻烦 因为耿直近界 他惹恼了年轻气盛的贤通皇帝 如果不是老师齐骏早相救 曾国藩不救命 也得救官 后来 在长沙练兵的时候得罪陆营 在长沙以及衡阳练兵的时候得罪湖南关身 兵混江西的时候得罪江西官场 又得罪这有左宗棠 都和他刚强的性格有关 处处碰壁 促使曾国藩反思 在对以往过失的深刻悔恨中 曾国藩得出结论 要想成就事业 就必须变刚而柔 以柔克刚 悔恨有多深 反省就有多深 只有深刻的悔恨和反省 才能改变自己的行动 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 成功地改变了自己 再度出山后的曾国藩 虽然内心仍坚守儒家仁义理智系那一套 但处理事务时 多了些源通 这种源通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他成功地改善了与左宗棠 与地方官场 与朝廷中书的关系 这是他走向成功的重要基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